不给我三连 你现在开心了吧 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 我永远的不会也认为你 永远的不会 OK首先呢 我们要买相机或者镜头 或者想升级手上的相机或镜头 可以有以下四个参考点 第一个就是拍摄需求 你喜欢拍照 还是喜欢拍视频 还是都要 还是只专注于某一个功能 需要大家考虑的 拍人还是拍风景 拍运动的较多 还是拍镜屋的较多 你想入门 拿一个入门机 还是就是想进阶专精 或者说兼职赚一些零花钱 都是可以的 预算 预算决定购买力 买自己能接受价位里最贵的 最新的 俗话说吗 电子产品 买新不买旧 机身选择 单反还是微单 画幅要多大的 有效像素 对焦点数量 高感连拍防抖 等等的一些 镜头选择 焦距的一个范围 光圈大小 自动对焦 还是手动对焦 肯定是自动对焦 现在很少用手动对焦 太麻烦了 原厂还是副厂呢 原厂贵 副厂便宜 OK 那么 有三个阶段需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入门进阶 和真正的想赚钱的 干活的机子 那么呢 入门阶段的话 可以去买一些高性能的手机 现在一些高性能的手机 拍照其实也不错 也够大家 记录生活玩一下了 或者是卡片机 半画幅的一个微单 入门阶段 如果想进阶的 变成自己一门非常喜欢的爱好 专精的 或者偶尔可以兼一下职的 半画幅 或者是全画幅的微单 或者单反 真正想干活的 靠适应赚钱的 入行的 全画幅的微单 或者是单反 OK 那么大家都会对一个非常感兴趣 就是单反和微单到底哪个好 到底我应该买哪个 那么大家要先了解一下 单反和微单的区别 单反相机 有反光板和五棱镜 体积较大 取景器为光学取景 就在上面取景器 看的比较的真实 因为它是靠反光板 投射出来的真实影像 抬起反光板 才能是实时取景 就是在屏幕上取景 单反的电子部件较少 省电更抗躁 那么微单的话 是没有反光板和五棱镜的 体积小 取景器是一个小屏幕 和显示屏一样 所以说它的取景器 看起来没那么真实 没那么的高清 单反的电子部件较多 功能更加的更强 更精密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单反和微单的镜头 有什么区别 单反的优点就是 镜头镜头群非常多 非常成熟 焦距非常全面 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低 是对比微单来说 价格比较低 其实也不低了 缺点的话 就是技术上限较低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开始研发微单和微单镜头 所以说单反的镜头 已经没有最新的技术了 普遍 叫的 就单反相机的镜头 镜头卡口是尼康的F 加能的EF 那么看一下微单的优点 镜头的素质更高 因为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研究微单 最新的技术都在微单里面 性能更强 体积也相对来说小一点 缺点的话也是有的 太贵了 镜头群没那么丰富 因为也就是这几年来才开始微单的一个盛行 所以说有一些镜头不够多 不够多 原厂镜头不够多 副厂的话也没有那么多 没有像单反那么多 微单相机镜头 尼康的Z 加能的RF口 那么再说一个非常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相机的一个画幅 相机画幅到底是什么 就是里面那个传感器 现在叫CMOS 之前是用CCD 那么看一下 从手机开始的传感器大小 5.76乘以4.29毫米 是最小的基本上 运动相机稍微大一点 6.17乘以4.5 这是普遍的正常的一个尺寸 因为现在有一些高性能的手机 也开发出了一英寸的底子 就是跟卡片机一样的底子 所以说一英寸的卡片机 13.2乘以8.8 3.4英寸 半画幅 APS C画幅 残幅 23.6乘以15.6 全画幅就是36乘以24 再到电影摄像机 40.96乘以21.6 到中画幅 大画幅 等等的之类 一般来说的话 正常我们接触到的 正常我们拍摄的 你只要不是拍电影 你拍个小小的短片 纪录片 宣传片 全画幅都是满足的 所以说电影 中画幅 大画幅 没特别需求 可以不用去考虑 太贵了 OK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全感器的能力 到底是它 它大的有什么好处呢 相机的解析力 像素带来的展现细节的能力 高解析力 细节质感更强 如果是低解析力的话 就是更肉 更糊 宽容度 相机记录明暗色彩的能力 可以通过后期软件 把不可见的信息还原出来 比如说你传感器能力较高 宽容度较大 你拍个剪影 人都黑了 你到后期一样能把这些黑 黑的这些细节 给它拉出来 提亮 通过肉格式 控噪能力 对噪点的抑制能力 俗称高感 高感性能越好 你在晚上开到几千的感光度 都OK的 如果是高感差的话 有些相机在晚上拍是非常吃力的 提到800以上就噪点就非常多了 所以说高感能力越强 你的S5就能 开高S的时候就能更少的噪点 画质会更好 裁切系数 画幅尺寸对于镜头焦距的改变 以50为例 中画幅0.8的话 就是50要除以一个系数 全画幅就是1 半画幅的话 要乘于1.5到1.6不等 50的话乘于1.6的话 就是你拿一个全画幅的镜头 套在了半画幅的机子上 那就是 如果原先是50焦距的话 它会等效裁剪到75到80左右 大家基本上很多 如果不是专业的人 肯定会有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就是像素越高 就代表着我这个相机就更加的清晰 更加画质越好 其实是一个误区 像素越高 它其实不等于画质越好 你比如说有一些手机 现在小米等等一些的 手机1亿像素 华为的也有 1亿像素 但是它拍出来 真的比单反还好吗 你比如说 一几年 10年左右的机子 尼康的第700 对不对 佳能的5D兔 都是1000多万的像素 对比现在的1亿像素 它拍出来真的比之前的单反还好吗 其实不然 所以说真正的是靠的传感器 也就是底子传感器越大越优质 才能发挥像素的优势 单纯的对比像素的高低 其实不能代表画质 所以说传感器越大 传感器相同的大小的情况下 你再去对比像素 明白了吗 如果你的传感器还是非常 一亿英寸都不够的话 你一亿像素 它照样画质也对比对抗不了 比它更大的底子 更大的传感器的一些相机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误区 不要以为像素越高 画质就越好了 抵大一级压死人 OK 那么画幅对解析力的影响 全画幅相机的传感器 4200万像素 记录更多的细节 能力更强 更大适合印刷 APSA 2100万像素 记录细节能力较差 放大后容易模糊 对于控造能力的影响 全画幅 你开SO100 SO800 1000 噪点也是较少的 对画质的影响不大 你半画幅开个8001000的 噪点就比较明显了 画质就会略微的差一点了 画幅对宽容度的影响 高宽容度 可以还原更多的细节 拿出肉格式 有利于修复 后期的一个修复 提亮 或者是压曝光 如果是传感器越低的话 宽容度就越低 后期的话 还原细节的能力有限 特殊的光线环境容易出现 曝光亮度 等等的问题 画幅对视角的影响 全画幅的相机传感器 如果是用全画幅的 35毫米的镜头 拍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如果是残幅 APS-C 套用我们的这个全画幅的35 拍出来就是50多了 因为要乘一个1.5到1.6的一个系数 就50多毫米了 所以说它对视角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 言归正传看一下 这个相机品牌 很多 现在很多 但是目前主流的 以这四个来讲一下 以这四个 佳能 尼康 索尼 还有一个 这个怎么这么小 OK 富士 富士 现在也是深受大家喜欢 深受大家喜欢 为什么 胶片模拟 直出的效果好 深受广大 爱好者的追捧 现在都卖断货了 抢都抢不到 OK 那么就开始给大家推荐了 如果你的预算在2K 2000到3000的话 其实不太推荐买相机 不太推荐了 因为预算这么低的话 你买了那个相机 拿到手里拍 其实 你感觉不到它相机有多好 还没有手机拍的好看 所以说 如果你预算较低 还不如先拿手机练练 然后等到后期真正的 有一些技术 有一些基础了 了解的入门了 之后再去选择相应的相机 预算较低 直接手机拍 OK 那么预算4K到6K的话 4000到6000的话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佳能的M50 佳能的M200 索尼的ZV-E10 尼康的Z30 都还是不错的相机 索尼 还有一个索尼ZV-E的一个二代 这个我自己买了 我自己买了 用起来还OK Vlog的一个相机 如果你是网红 如果你是对于照片的画质 没有追求很高的话 喜欢录视频 想拍一下自己的Vlog 可以买索尼ZV-E2 拍视频 小巧随手拍 还没手掌大 放到口袋里面随手拍的 但是前提是对画质没有很大要求 因为它毕竟这么小 所以说画质还是有限 不过对于日常记录完全够用 那么预算7K到8K 7000到8000的话 索尼的A6400 还蛮无敌的 这个相机出了很多年 到现在还是销量无敌 所以说综合性能 APS-C画幅的索尼A6400拍照 视频都还是蛮强的 首推 然后加能R50 索尼富士的XS10 尼康的Z50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7K到8K 那么预算 1万到1万5的话 那就有很多的一个推荐了 首推的话 索尼的A7C 索尼A7C跟A7M3差不多 但是更新 所以说A7C表现的也不错的 视频拍照也都OK 然后加能的R8 其实的话我个人建议 咬牙上一下R6 要咬牙上R6 既然有这个预算 还是上R6会好一点 富士的XT5也不错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它不是全画幅 还有一款就是富士的XH2 也是APSC画幅的 但是花了1万到1万5 买了一个半画幅的话 说实话 感觉还是心里面挺难受的 不过它确实原图出的好看 有胶片模拟 喜欢胶片的都不用调色了 直接直出 对不对 也是吸引人的一方面 不过你修图技术好的话 可以直接上全画幅 在这个价位上 你通过后期的修条 一样可以达到胶片分 你看到Z5 还有松下的S52 性价比很高的 视频功能非常强 松下的S52 也是比较推荐 但是用的人会少一点 用松下的人会少一点 但这个相机的性价比 是非常高的 OK 那么预算1万5到2万左右 那更多了 推给推荐几款 佳能的R6 拍照 加拍视频都没有毛病 但需要注意的是 RF的镜头太贵了 然后呢 副厂也没那么多 副厂 选择 副厂选择也较少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呢 除非你预算很够 买佳能的V单还不错 但是一定要注意镜头太贵了 副厂的选择也较少 那么呢 索尼的HM4 干活的机子 水桶机 拍照视频两不误 如果你是想拿机器赚钱的 想入行的 买一个水桶机 HM4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OK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HM4的 因为也经常用 还不错 索尼的ZV11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如果你想更加的轻便一点 喜欢对相机的颜值要求较高的话 索尼ZV11 也是最近出的 然后呢 Vlog专用 喜欢拍视频的 女生 网红 直接搞一个ZV11 拍照也是不错的 然后呢 索尼 A7R4 如果你不对视频来说的话 偶尔拍一两次 不太考虑拍视频的话 但是你对摄影拍照 画质要求的非常高的话 那么A7R4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就是专门做这种拍照的 像素6000多万的像素 二次构图啦 等等的一些啊 非常的好用 像素够大 底子够好 A7R4 然后尼康的Z62挺好的 蛮好的啊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镜头的一个选择 镜头选择啊 那么先说这个牛头跟狗头的区别 有的人说你这些狗头 有的人是牛头 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是牛头 什么是狗头啊 焦段方面的区分 牛头 焦距较长的长焦镜头 适用于拍摄远距离的一些呃 场景啊 比如说200以上的焦段 哎 狗头的话就是短焦广角的一些镜头 通常来说就是挂机头嘛 挂机的一些181351855等等的之类的这种 挂机头就是狗头了 适用于啊 近距离啊 然后和拍一些这种旅游的时候 旅游头啊 哎 焦段很多 但是呢 素质不高 性能方面区分啊 牛头的话就是卓越的光学性能 高分辨率啊 出色的对比度和色彩还原的特点 哎 狗头的话就是质量较低 性能非常一般 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啊 暗示这个镜头 不如其他更高级更专业的镜头 但是狗头一般来说又便宜 而且他焦段其实涵盖的挺挺广的 适合旅游 适合旅游啊 就是平时记录生活一下还蛮好的 呃 这些解释啊 并非广泛用于这个摄影爱好者 或者是专业摄影理喻啊 只是把大家经常说出来的几个用语 给大家解释一下 理语啊 OK 那么镜头的分类还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广角镜头一般是在14到35之间 35是最小的一个广角啊 适用于风景摄影 建筑摄影 室内拍摄啊 呃 拍摄需要广阔视野的场景 那么标准镜头一般在35到85之间 标准镜头啊 适用于人像 街拍 旅行 多种的日常拍摄情境 中焦85到135之间啊 也适用于人像 野生动物 运动摄影啊 需要捕捉细节的一个拍摄 远摄镜头 一般在135到300 适用于野生动物摄影 体育赛事 航空摄影等拍摄 超远摄镜头 一般大于300啊 500定800定 天文啊 摄摄月了 对不对 野生动物啊 航空 或者是需要机场焦距的一个专业应用啊 微距镜头具有极短的对焦距底啊 就是你 因为它像镜头一般都会有一个 最最近的一个对焦距离 你如果不带焦距的话 不带微距的话 你你拍摄一个物体 你会发现你靠得很近的时候 它对不了焦的 所以说想玩 镜物 想玩这种昆虫的话啊 一定要看好买一个微距镜头 因为它能非常近距离的一个对焦 用于拍摄微小的主题和细节 昆虫啊 花卉 此外还有变焦啦 变焦镜头就是可调焦距的 比较方便 跟定焦镜头呢 焦距固定是有区分的啊 因为定焦镜头确实它的画质较好 光圈较大 定焦 但是呢 它就不太方便嘛 你要用50 它只有就一个50端 你想换一个长焦 还要再去换镜头 但是变焦镜头就不是了 70-200 2470对不对 比较方便去旅游了 也不用去换一下镜头 相当方便 2470的变焦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啊 画质也不差 而且非常方便 一镜走天下啊 2470什么题材都能hold得住啊 OK 那么镜头推荐的话 那么如果你是拍人像 资金有压力 非常有压力 老师我买了一个相机啊 都不太能买得起很好的镜头的 有压力 那就选择一个套机镜头啊 套机头 先练着焦段也多 但是它画质不好的话 慢慢的攒钱买好了 所以说刚开始锻炼没有问题 或者说呢 直接买一个501.8 买一个501.8 练手 50的话也是非常多实用性的一个镜头啊 远可拍大场景啊 镜可拍特性 501.8啊 最便宜 比较便宜的一款镜头啊 之前的 佳能的小弹鱼嘛 单凡的时候 细成小弹鱼 跟个弹鱼盖一样啊 800 7800啊 然后如果是微单的话 501.8 也就是1000多块钱 买个二手什么的 练习一下 没有毛病的 后期可以搭配一个85 85焦段是人像之王嘛 哎 851.8的话 也够用啊 适用于正常的一些人像 背景虚化的啊 也是蛮不错的 如果你的资金充足的话啊 直接上85 F1.4啊 可选择副厂的试码 试码的这个 副厂还是蛮好的啊 很多人用 就是太沉了啊 OK 我自己的话 买了一个试码的351.4 还确实真不错 实用性的话啊 如果你说老师 我买一个85 有点太局限了 有的时候确实挺局限的 拍摄出来 那个感觉都差不多 背景虚化的漫天 就算背景是垃圾堆 也给你虚化成非常美的一个胶外啊 实用性可以推荐2470 2470的话 也可以拍拉广角 也可以拍镜体 特写 也可以拍半身 实用性 2470是非常好的 F1.8 也可以选择副厂的 适码的2470啊 根据不同的题材 你70200也不错 501.4 也OK 35拍一些张力的 一些人像 也是没毛病啊 后期都可以搭配的 人像镜头的一个推荐 那么呢 想玩风景呢 就是老师不经常拍人像 我喜欢风光 喜欢街拍啊 资金有压力的话 选择也可以 也是选择套机头 套机的一个变焦头啊 或者也可以用501.8 练手啊 这个是万金油 501.8啊 又便宜 又好用 然后呢 实用性也多 啥题材都能去拍拍 501.8啊 后期的话搭配 2470 2.8啊 2470也是一个相当万金油的镜头 或者是一些广角镜头啊 根据自己的题材来搭配 资金充足的话啊 推荐2470 2.8 哎可选择 付厂的事嘛 一镜走天下 后期根据需求的话 搭配你喜欢拍一些大的一些景色的话 大的场景 OK 超广角 如果你想拍一些这种细节的 哎 用于一些 呃 浓缩环境的啊 压缩 压缩 视角的 那可以玩这个长焦 70200啊 喜欢扫街的话啊 哎 就是拍人文 就是拍这种街拍的话啊 那肯定 351.4那是必须搭配的啊 35 人文神镜啊 可以选择富弹的事嘛 啊 因为我 因为看评测啊 或者我自己用的话 也都会选择 适马的一个镜头啊 镜物的话 选择带微距的镜头啊 你说老师喜欢拍拍小昆虫 拍拍小蚂蚁 拍拍荷花 OK 带个微距的镜头啊 百威 之前的单反的话 有个百威啊 拍戒指啊 等等之类的 打鸟的话 就直接长焦了 打鸟肯定是要长焦的啊 70200 或者是更远的一些 焦距的镜头 OK 那么今天的一个器材推荐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结束了 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获取摄影礼包 想了解更多摄影信息知识 可以三连加关注哦 想学摄影 也可以右上角加哦